大家好 我是木卫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转校生当众受辱后黑化复仇的故事 电影随着轻快的音乐 却配以女生被霸凌的画面正式开篇 讽刺依偎十足 更像观众招视着 这是一部非同一般的校园电影 打小住在东京的小五 人生一帆风顺 既不张扬也不出挑 所以转到乡下上学的他 心中即便再不满 也会伪装表面的乖巧 极力融入陌生的环境里 正当小五跟班上的大姐头套近乎的时候 一个叫施奶的女生忽然情绪激动 控诉自己在初中的时候 被小五一伙人欺负过 众人吃惊之余更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记起了施奶的小五反驳说 欺负她的另有其人 自己不过是旁观者 但当初选择冷眼旁观的她 依旧被施奶当成了复仇的目标 在施奶的推波助澜下 小五成了班上被霸凌的对象 在经历书桌背画书本背思后 小五也开始反抗起来 被霸凌者没有像杨糕那样任人宰割 施暴者多少也有了些忌惮 于是施奶进行了下一步计划 他偷偷将小五手机里对乡下吐槽的视频发布了出去 成功引起了众怒 于是他们以正义之名做着和霸凌者一样的事情 小五就像当初的施奶一样 被人将头按进水里 连抹油漆 甚至是被关禁闭 小五被放出来的时候 因为被关太久 在众人面前尿失尽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哑然无言 只有大姐头 心虚又强撑着不肯认错 经过这件事 终于有人忍不住偷偷向老师告了状 而旁观着这一切的老师 早已选择了无动于衷 老师的话令人胆寒 霸凌不管在哪都很常见 与其旁人插手 不如自己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 这样的孩子才更坚全 不知生活中有多少老师怀着同样的想法 对校园霸凌视而不见 对施暴行为纵容不管 从而酿成一个又一个悲剧 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的小五将头发染了回去 撕下乖巧的伪装 开始了对施暴者的宣战 大姐头知道了有人打小报告的事情 在班上逼问谁是告密者后 小五将这件事认了下来 虽然遭受了墨水浇头的攻击 却收获了一个盟友 就是真正向老师告状的千岁 他和千岁联手离间了霸凌他最厉害的小静和大姐头 在逐一击破障碍后 小五拿出了最大的杀手锏 施奶和他独处时的对话其实都被他偷偷录了下来 施奶利用众人打的算盘瞬间暴露于人前 事情败露的施奶似乎即将成为新的霸凌对象 小五却再也忍受不了 终于爆发了出来 被害者会变成加害者 加害者也有可能曾是被害者 以正义之名霸凌他人 依旧摆脱不了罪恶的本质 斗来斗去 无休无止 小五妈妈跟小五说过的一段话很有意思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话才让小五决心摆脱这样的死循环 为了提高存活率 所以杀丁鱼总是粘在一块才集体行动 像极了那种只能跟着别人行动的人 你不能变成杀丁鱼 因为你是人 无论是自以为正义的施暴者还是斜眼窃笑的旁观者 亦或是袖手旁观的老师 都是霸凌的一分子 本片来自剧情片 伤痕累累的恶魔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尾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尾 咱们下期再见